我爸爸1914年出生 今年他如果不是在天堂的話 就是剛剛一百歲 這個故事是一個很典型香港家庭的故事 在獅子山下面我就是這樣長大 我爸爸在戰前從鄉下來到香港 做一個孤立做一個苦力 搬搬台台墨拔的庚 一個很基層的家庭裏面 但是他百手興家 一家十口 他就是這樣照大我哥哥姐姐和小孩 而且是有幸去到海外留學 我實在從小就很喜歡香港 你叫我去外國讀書 人人都很嚮往 但實際上我寧願留在香港 所以每一次有機會從海外回來香港的時候 在啟德機場當飛機降落在九龍城區 我看到那些燈火 我就在那裡流眼淚 因為香港是我的家 香港也是你的家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做什麼呢 我們首先就是要感恩 我們有上一代的新路 有我這一代 我今年六十二了 是辛辛苦苦 努力的去工作 去為我們下一代去建設 我們如果不感恩 香港本來是一塊石頭 什麼都沒有的 但是香港人因為團結 因為肯努力去做事 我們就有今天那個飯碗 我們就有今天那個飯碗 我學業有成 我就真的巴不得很快地回來香港 因為我知道我的前途 我的未來 就在香港我這個國家是家團 我們香港人 有今天就因為團結 我們不可以讓外界 我們更加不可以讓我們 因為要追尋一些的夢想理想 以至到令到我們的家人是撕裂 令到社會是撕裂 我們需要有一個海良 有一個為父的心 我爸爸怎樣疼他們的子女 同樣我們應該怎樣去關愛 去疼我們的下一代 我自己都有兩個兒女 都是八十後的 給他們最好的東西 希望他們學業有成 在這個社會裡面去成長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家庭 那個核心的價值 所以七百萬的香港人 我們是同一個家庭 我們是一家人 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的親人 是呀 因為我們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今天有這樣的繁華 是否需要感恩 以後我們是否更加需要團結呢 你知道令到我最傷心的是甚麼呢 就是摺二連三 被大的學生跳樓自殺 現在 昨天 一個的爆炸 有人死 七個的消防人員受重傷 這個就是我們家人受苦 受爛 我們應該就是為這些東西 而去緊張 要帶那個祝福來這裡 我可以跟各位家人說 九龍公園 我常常來這裡 過去二十年 從一九九四年 我們三四五個 信了耶穌的弟兄 就在那棵樹裡面祈禱 每個禮拜六 為了香港的平安 那個穩定 那個繁華 來到祈禱 一路祈禱有三十人 五十人 甚至乎有過百人 我們就遷離了 去了上面那個花園 不要影響其他人 在那耍太極 在那練劍 或者做神魂 祈禱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天父的愛 就可以令一切的撕裂 可以修補 為父的心 不論你的兒女在哪裏 不論她掛藍絲帶也好 黃絲帶也好 她都是你的家人 她是你的家人 今天 我要呼籲大家做一件事 正如剛才那幾位港元都說得很好 我要有行動 你作為家長 你可不可以 和你的子女吃一頓飯 他們不方便回家 不如去金鐘筒酒樓 或者去旺角茶餐廳 祝福那些餐廳也好 那些酒樓也好 中信大廈 有一天我打電話去 有一間酒樓 那個視認都很 沒甚麼耐心了 因為她說我們就倒閉了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這樣做呢 如果你是怡青人 如果你是怡青人 家裡始終是家裡 爸爸媽媽是生你出來的 禮拜天 禮拜天 就是一家團聚的好時候 我記得我幾多的時間 就是陪爸爸媽媽 禮拜天 喝個茶 吃點心 真的 無論你是哪一個營 哪一個陣 始終是一個家 我想說 我想勸喻 如果我們要團結 我們就要放下 我們要有一個為父的愛 我們要有一個做兒子的心 是歸家的心 我們要有一個是不被冒犯的靈 現在動了 就很容易被冒犯被得罪 但你看看 這些東西 完完全全 不會幫助到我們團結起來 我們唯有 是抱著一個愛 一個的平安 就是從上天給我們 你看看只是今天 你望上的天空 剛才有幾個藍色 只有少少的白雲 這麼好的天氣 給大家可以共聚一堂 有一個這麼美好的美麗的公園 大家可以 帶你的長者 帶你的小朋友 一起來享受 這個我們是要 真是去珍惜的 我們更加要去珍惜的 就是身邊的人 我們更加要珍惜的 就是兩代之間 我們要對話 我們要溝通 我們要有那個關愛 我們不是需要繼續去對立的 因為你看清楚一點 我們佔中反佔中 大家都是希望得到民主自由 有一個真普選的 為何我們要去對抗呢 為何我們要去抗爭呢 為何我們不可以好好的 像一家人一樣 令到我們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可以得到幫助 令到我們的家庭更加是溫馨 讓我們的社區更加是有和諧 讓我們的企業更加有信心 繼續投資在香港呢 我很想大家真的靜一靜想一想 今天 現在六點都未夠 還夠時候 給你們做爸爸媽媽的 去關心一下你的兒子女女 問一下他們 旺角哪間茶餐廳啊 金鐘哪間酒樓啊 我們不如去吃一頓吧 如果你是年輕人的 不如你打個電話 給你爸爸媽媽 媽媽 今晚我可不可以回來吃飯 大家聊聊天 不要講其他事 講回家庭那些事 聽回爸爸怎樣去努力掙扎 令到我今天可以入大學 在那裡讀書 我們能不能夠做這件事呢 我們能不能夠讓我們 那些怒氣化為一個關愛呢 我們能不能夠去關心那些學生 為何跳樓自殺呢 我們能不能夠送一些花 表示一些關愛的消防員呢 現在還是在危殆的情況下 在醫院裏面 這個就是我的心聲 我希望大家 去珍惜 香港有這樣的自由空間 讓我們 不是去任意妄為 而是我們需要尊師眾道 我們需要有那個倫理 我們需要愛護我們的家庭 我們需要擁抱這個核心的價值 我希望大會的安排的人士 不介意我在這裏為大家 做一個祈禱的祝福 因為過去我已經在這裏 祈禱了20秒 所以在這裏 我向著上天的父 爸爸多謝你 愛我們七百萬的兒子女女 因為你創造我們 你從一個石頭 你變成香港成為一個繁華的城市 你讓我們 作為香港人 都可以有一個榮譽 有一種的驕傲 你亦都讓我們看到 我們偉大的祖國 以前是被人欺負的 被人欺負的 現在我們的國家 可以站起來 我們的國家可以起飛 不僅在經濟上面 亦都看到 天父 你是要建立家庭的核心價值 你讓我們 中國人 真是以孝為先 所以在這裏 天父你的愛 在你差派耶穌基督 做了我們每一個人的代罪高揚 為我們受苦受死 給我們一個永恆的盼望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不被冒犯的心 讓我們可以原諒饒恕 不止這樣 還可以關愛身邊的人 甚至乎一些不是那麼可愛的人 我們都可以關心他們 愛他們 這個禱告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而期求 阿門 謝謝大家